哈里路亚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真言二十四章一节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站在眼前的牧师是什么样 那么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也会成为什么样子 不足的仆人我嫖牧师一直为整个世界做祷告 如果我们说非洲和我没有关系 那信其他宗教的人跟我没有关系 如果这么想的话是大错特错呀 真言二十四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二 你不要嫉妒恶人 也不要起义与他们相处 阿们 在这成功礼拜的时候我们也读了这句经文 有些信徒说 哎呦我赶紧回去劝我家丈夫别再上班了 我得让我家孩子不要去上班了 这不是这个意思 是让我们不要起义与恶人相处 但是这世界 约一书五章十九节 世界 当今这个世界 世俗是属于恶的 世界是属于黑暗 是属于恶 那么我们需要怎样呢 那么我们就逃避现实 跑到月球去了吗 上帝赐予了我们上帝的奥秘 基督的奥秘 信心的奥秘 这么多奥秘中最大的奥秘是前程的奥秘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 为什么说前程的奥秘是最大的奥秘呢 无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环境 只要我们前程 约瑟正是前程了 结果与耶和华上帝同行 这时候无论他是在波提法一家 做工 结果也没有被恶所沾染 这是上帝要求我们的 上帝让我们在这世上 无论做什么 不要被恶所沾染 而唯独前程的时候 不会被世俗的恶所沾染 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 敬前 前程是最大的奥秘 不前程的人 就是不认罪 不悔改祖上的罪 也不悔改自己的罪 这时候就不前程 诗篇四篇三节 没有被上帝所拣选的时候呢 无论去哪儿就被哪儿沾染 结果就面临死亡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有些信就说 我们单位的老百姓 其他宗教呢 没关系的 只要我认罪悔改 只要我前程的生活 受上帝的认可了 这时候无论身处什么的环境 上帝不会使我 被世俗所沾染 所以我们呼喊阿门 领受这样好的祝福 上帝是让我们支配管理这世界 上帝是让我们在这世界 懂得支配和管理 并不是让我们逃避现实 上帝是让我们拯救所有的灵魂 创世纪三十九章 约瑟是在恶人家里工作来的 而约瑟因他的前程拯救了整个家庭 所以无论我们身处什么的环境 不分什么样的工作 也不分什么样的环境 只要我们心存前程 行为上前程 得到上帝的认可 这时候上帝使我们不被世俗所沾染 上帝的命令 上帝让我们只感恩感谢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帖撒罗林家前书》五章十八节 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事情 都要感恩感谢 而我们在实际生活中 我们是不是往往更多 是在抱怨 发怨言 总在有理由 总觉得这世界怎么这么的有怨气呢 上帝是让我们成为一条心 在基督里合一的 而我们却不懂得合一 光抱怨了 反而成了两条心了 只有基督的奥秘 使我们成为一条心 以福所说一章十节 《帖撒罗林家前书》五章 五章第几节呢 十八节 十八岁的年龄 是最代表青春了 对吧 甚至有些人说十六岁吧 十六岁的花季 十八岁的语季 就是熟透了 成熟了 长大了 成长了 上帝是让我们面对 无论什么样的事情 都要感恩感谢 凡事感恩感谢 无论是遇到老虎了 还是遇到狮子了 也要感恩感谢 遇到老虎也感恩感谢 遇到了狮子也要感恩感谢 这多容易呀 大家现在领悟了吗 上帝劝我们 上帝命令我们 让我们感恩感谢 而好多人尽管来到教会 却还不认识这一点 我们读一遍一二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上帝 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阿们 上帝的旨意 上帝命令我们 凡事感恩感谢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事情 都要感谢 这正是上帝的命令 上帝向我们传达 上帝的旨意 在哪儿才能做得到 感恩感谢呢 是在基督耶稣里 上帝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指定上帝的旨意 所以首先我们要认识 基督的奥秘 才懂得感恩感谢 不感恩不感谢的时候呢 就没有顺从上帝的话语 真言十三章十三节 藐视上帝的话语 是走向败坏的 好多人来到了教会 为什么最终走向败坏呢 都是因为不认识基督的奥秘 如果我们不认识基督的话 也不会认识耶稣的 提摩在前书二章五节 只有靠着基督使我们认识耶稣 进入到基督里使我们遇见耶稣 基督里面也有上帝 基督里面也有圣灵 如果我们不认识基督 我们就和圣三位没有任何关系了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 没有基督的教会 就是假的教会 是掳掠灵魂的 没有基督的讲道 是掳掠灵魂的 假的讲道 各路西说二章八节 上帝让我们谨慎 上帝命令我们一定要谨慎 而当今我们韩国的假的教徒 假的教会太多太多了 最明显的就是在争吵纷争 争吵纷争的时候 就已经是属于地狱了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节 时间来不及 大家回去可以读一下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节 我们争吵纷争的时候 在旁边旁听的人 也会一起受牵连去地狱 争吵了纷争了 然后呢又结党结派了 这时候根本就没有跟随真理 罗马书二章八节 罗马书二章八节 结党结派的都是属魔鬼的 犹大书一章十九节 属乎肉体一定是要去死的 犹大书一章十九节 上帝命令我们 让我们只感恩感谢 而这感恩感谢 一定是在基督耶稣里 才能做得到感恩感谢 这是上帝的命令 我们再来读一遍 《帖撒罗内加前书五章十八节》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阿们 好多人说 哎呀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旨意是感恩感谢 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 大家要分清楚是在基督耶稣里 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 罗马书三章十节 在这世上没有义人 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恶人 都是罪人 如何使我们成为义人呢 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 上帝告诉我们 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做义人 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 而我们 我们这里面对的是基督啊 从基督开始 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 向上帝感恩感谢 上帝的命令是让我们 凡事感恩感谢 我们不感谢的时候 就已经不顺从了 所以要感恩感谢 这一切都是要在基督耶稣里 首先是靠着基督啊 基督耶稣是一体 是一位 提摩在前书二章五节 好多人嘴上喊着耶稣 却不认识基督 如果我们认识了基督 我们自然就能遇见耶稣了 因为在基督里有耶稣 在基督里有上帝 在基督里有圣灵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 没有基督的都是属于外邦人 在座的各位 我们今天聚在这里 为的是向上帝献感恩感谢的礼拜 唯独感恩感谢的礼拜 上帝会遇约纳 我们找一下 格林哥前书十章二十节 好多人说是信奉 好多人说是信奉耶稣来到教会 说献了感谢金了 也谢了十一岁了 但是和上帝没有任何的关系 难道我交了钱 就等于感谢了吗 那么没钱的人就不会感谢了吗 马太腓六章二十一节 我们献出心的时候 一定会把自己最心爱的宝物 宝贝献给上帝 最高的宝贝 最大的宝藏是什么 是基督的光 我们为了从上帝那里得到最大的宝贝 就是基督耶稣的光 我们能舍取一切 我们宁可丢掉世俗的一切 为的是来换取从上帝那里得到的基督耶稣的光 大家知道领悟分为两种 我头脑明白的就是猪狗一样的明白 只有心灵的明白才是真实的明白 才是人的明白 好多人说我们明白 我们领悟了 头脑明白的都是动物 而只有基督的光进入到我心灵了 我们才能有人的领悟 以赛亚书44章18节 唯独基督的光进入到我心灵了 我们才能有心灵的领悟 才是真实的为人的领悟 所以我们要照着上帝的话语生活 那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是什么 上帝的话语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全感谢吧 都感恩感谢吧 只有感恩感谢 无论怎样 这也感谢 那也感谢 都是感谢 我们呼喊阿门 一切都是感恩感谢 这感谢正是上帝的旨意 时间来不及了 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 创世纪四章大家都读过了 创世纪四章 要当下吧 从伊甸园被赶出来 是被主赶出来的 创世纪四章十四节 是从主那里被赶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回到主那里 所以我们要认识主 为什么好多人还不认识主呢 我们要悔改自己的罪 悔改祖上的罪 才能认识主 诗篇三十二篇五到六节 格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 谁能理解主的心 谁认识主的心 内心存基督的时候才能 内心服侍基督的时候才能认识主啊 格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 我们听了这讲道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一个讲道 是一百句圣经经文 至少一百句圣经经文 压缩的一个精华 是精髓中的精髓 是精华中的精华 我们呼唤阿门 来领受这上帝的话语吧 如果我瓢牧师在这里 把好的都隐藏起来 不分享出去 那上帝一定知道 我现在在听谁的话 生命纪八章三节 上帝的话语是我们的粮食 我们如何来领受呢 上帝在这里赐予我们 是非常庞大的祝福 我们既然来到主面前了 我们一定要吃上帝的话语 如果光我瓢牧师能做到 大家做不到的话 那说明这就是假的 上帝的话语是 任何人都能行 无论是谁 任何人只要进入到基督里 上帝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成为崭新的新品 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创世纪四章五节 创世纪四章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二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物 该隐就大大的发怒 变了脸色 阿闷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这该隐 该隐是老大 有些人说 哎呀 每家每户都有长子的问题 但是我们国家的历史中 一直是要把职位和掌权的都要留给长子 那么长子呢 长子一定是要等候 父母把一切全留给长子了 这时候才能做到长子的职份 在父母怀里还在温室的时候 长子做不了自己的本分 我们今天要告白 这该隐就是我 这亚伯也是我 那该隐 该隐他怎么了 变了脸色 而且大大的发怒 变了脸色 面对备备华 该隐却变了脸色 而且大大的发怒 发火了 这叫感恩感谢吗 肯定是没感谢 该隐呢 把自己的装 自己的农作物献给了上帝 亚伯呢 把自己养的动物也献给了上帝 那么这两个人所献的 为什么该隐的上帝却没悦纳呢 该隐把自己一年辛辛苦苦所种的庄稼 庄稼中农作物献给了上帝 而亚伯呢献了这个出生的这个动物 那有些人就说 大家知道吗 我们在信仰生活中 我们有时候一不小心 刚开始信主的时候 总是把自己放在上帝上边 先自己吃一口 又忘记祷告了 比如说 听说这个维生素 或者说这个熊胆特别的昂贵 哎呦对身体好 我就不小心先自己喝了 然后呢发现 哎呦 我又没有敬畏上帝 先没有敬给上帝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 全吐出来 重新再祷告吗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 把上帝忘了 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比如说 出生的这个动物 自己先宰了吃了 然后该怎么办呢 那这时候就没有机会 再献给上帝了吗 我们今天要领悟 为什么上帝 只悦纳了亚伯的记 没有悦纳该隐的呢 我们现在礼拜 为什么得不到上帝的悦纳呢 我们怎样献礼拜 上帝才会悦纳呢 我们一不小心 把出生的子自己先吃了 那可怎么办呀 那永远就不再有出生的了 那这时候就没机会再献祭了吗 不是啊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以为 我们以为光生下第一个洞 我们以为光出产的 光出生的 第一 第一的记 才能献给上帝 猎王记下 六章二十七节 亚伯和该隐都献祭 但是他们的区别在哪呢 上帝只悦纳感恩感谢的记 以感恩献的礼拜 创世纪四章五节 该隐的公务 上帝没有悦纳 没有看中 结果该隐就发怒 不乐意了 这就没有感恩感谢了 我们的礼拜 如果上帝看不中的话 我们就是属于灾难与咒诅了 那这时候遇到谁 都会不乐意 都会觉得很沮丧 不开心 我们在这里 不是来评判亚伯和该隐的 我们在这里告白 亚伯也是我 这该隐也是我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礼拜 能蒙上帝的喜悦 而且我们千万不能像该隐一样 发怒 或者是说变了脸色 大家有做过相关的默想吗 有认罪悔改 持续几年的认罪悔改 默想这句经文吗 创世纪一章一节 这圣经都是用什么来盖住的 圣经全是用帕子来盖住了 我们先找一下格林多后书 三章十四节 圣经的话语 旧约的话语 都是由帕子盖住了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靠着基督的保险 喜悔认罪 靠着基督的奥秘 靠着四节段悔改 靠着基督将这个帕子揭开 四节段悔改 最后一个阶段 正是感恩感谢 这时候才能得到答案 所以旧约的讲道 如果缺少了基督的奥秘 就成了假的了 好多人把旧约讲成哲学 把旧约讲成一种历史故事 那都是假的讲道 今天这创世纪四章五节 该隐亚伯 是旧约里发生的 而上帝为什么只约纳了 亚伯的礼拜呢 我们今天所限的礼拜 要蒙上帝的约纳 这时候心愿得到实现 我们为了求这祝福 最终去天国 把好的祝福留给儿女 做爱国者 我们一定要 真切地领受这好的祝福 我们呼喊阿门 上帝告诉我们 没有基督的讲道 讲得再漂亮 尽管讲的是圣经 结果还是会掳掠灵魂 去地狱 各路西说二章八节 所以上帝让我们谨慎 一定要谨慎 千万不要掳掠灵魂呀 假的讲道 一定要谨慎 绝对不能听的 反而会害了自己 害了子孙三四代 那么我们来到这里 是做什么的呢 我们今天现在礼拜 要蒙上帝的约纳 使我们的心愿得到实现 使我们的儿女做孝子 使我们给身边的人 带来益处 做国家的爱国者 我们今天要领受这祝福 我们呼唤阿门 这多么多么宝贵呀 我们都希望得到祝福 甚至没能来到这里 几些礼拜的家人 也希望得到祝福 只要我们蒙上帝的悦纳 我们的行为 得到上帝的喜悦的时候 上帝绝对不会撇下我一个人 上帝永远会与我们同在 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 只要与上帝同行 上帝为我们赶走一切的恶魔恶鬼 所以我现在在这里 首先的礼拜 蒙上帝悦纳的时候 我家的我家人 没能来到现场的家人的疾病 也能得到医治 家人的恶魔恶鬼 也全被赶走了 这多好啊 我们为什么 比如说我们去一家餐厅 去过那家餐厅 发现那家餐厅的饭菜好吃 我们就还会去 还会找那家店 人分两种 献礼拜的时候 能蒙悦纳的礼拜 和不接受的礼拜 上帝告诉我们 这世界都是属于恶 约翰书五章十九节 而世界里有极右 也有极左 无论是极右极左 或者是中庸 都是属于恶 在恶里面讲究的再多的理论 讲究的再多的哲学 最终还是恶 上帝告诉我们 凡是属于世俗的 都是属于恶 是属魔鬼的 是害别人 残害身边的人 吞吃自己的儿女 自己毁了自己的人生 临终的时候很痛苦 很是凄惨呀 上帝告诉我们 当我们进入到基督里的时候 每当我们献礼拜 上帝会悦纳的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的人所献的礼拜 上帝悦纳的 而且在基督里的人 生活是感恩感谢的 好多人说 谁最伤害我的心 我的丈夫 或者我的妻子 甚至有些人说 夫妻之间 为什么总会有争吵 总是伤害对方呢 只要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罪认罪 做这些段悔改 这时候上帝赐予我们幸福 罗马书四章六节 上帝使我们有新的开始 上帝使我们有新的开始啊 所以只要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罪认罪 进入到基督里来 这时候首先的礼拜 上帝是悦纳的 马太夫一章四到五节 就提到禁女拉合 禁女拉合结果成 最后成了耶稣的奶奶 那有些人就说 那我也去做妓女吧 不是这个意思 无论我是什么样的处境 无论我曾经是什么样的过去 做妓女的人 真是迫不得已 万不得已才会做妓女吧 没有说快快乐乐地 去做妓女啊 我做什么 这都是因为我的 我的罪与祖上的过犯 耶利米埃哥五常七节 亚伯和该隐 这都是大家和我 那么有些人说 该隐是不是太消极了 太太消极了 怎么怎么样 这都不是正确答案 这都是属于恶的 讲话再漂亮 讲话再好听 凡是属于世界的 都是属于恶的 在这世上 要么是恶 要么是善 要么是光 要么是黑暗 没有中庸 我们献礼拜 如果蒙上帝的悦纳了 就好 如果没有蒙上帝的悦纳 就属于在那宇宙主啊 那么我们今天要领悟过来 我们通过肝癮和压薄 认清自己来领悟过来 有些人说 哎呀我把出产物献给上帝 就能蒙悦纳 并不是这个意思 好多人献过出产的 好多人献过出产的 农作物啊 或者是动物啊 那甚至有些人 一不小心把出产的 自己先煮着吃了 那可怎么办 就不再有机会了吗 不是啊 无论怎样 始终靠着基督的保血 洗绝认罪 进入到基督里 上帝始终让我们能行 我们呼喊阿门 上帝的命令 是让我们常常感谢 常常喜乐 时时刻刻感谢 时时刻刻喜乐 这是上帝的命令 而这一切 我们只有在基督里的时候 才能做得到 所以这圣经 读圣经 首先要认识基督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 没有基督的讲道 是假的讲道 我们一直听的 都是什么样的讲道呢 大家曾经在教会里 听的讲道 都是什么样的讲道呢 该隐 该隐的农作物里 肯定有很多蔬菜 有很多庄稼 但是上帝却没有看中啊 而亚伯的出产 亚伯现在出产的 这个动物呢 上帝却看中了 那到底区别在哪呢 如果我们现在 所先的礼拜 不蒙上帝的悦纳 都要就先给魔鬼了 哥林德后书三章 十四节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以阿 但他们的心地刚硬 直到今日 诵读旧约的时候 这帕子还没有截去 这帕子在基督里 已经废去了 然而直到今日 每逢读摩西书的时候 帕子还在他们心上 阿们 大家如果读到 第十六节 我们一定要回到主 归向主 我们说四阶段悔改 靠着基督的宝血 也悔改祖上的罪 也悔改我的罪 这时候使我们遇见主 我们要彻底地认罪悔改了 才能遇见主 圣经六十六节 所有的话语 都被这个帕子所盖住 而上帝为什么 只约纳了亚伯的礼拜呢 因为亚伯以感谢所献了 基督 基督是上帝的奥秘 四阶段悔改 四阶段悔改 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感恩感谢 只有感恩感谢的礼拜 上帝悔纳 不感恩不感谢的 上帝不悔纳 我们今天要发自内心的 有感恩感谢 我们呼喊安门 无论在我们国家 乃至整个世界 一直讲这个旧约的时候 都没有基督 所以都成了假的讲道 大家知道这上帝的话语 唯独靠着基督的宝血洗 就认罪了 我们才能领受 那么我有没有做 这些段悔改呢 通过什么能看出来呢 看我脸上的表情 看我的行为是什么样的 感恩感恩了吗 反而发火了 不乐意了 还变了脸色 我们找一下真言九章八节 不足的仆人我嫖牧师 责备金执事 礼执事 或者嫖执事 崔执事 红执事 责备的时候 能感恩感谢的 这才是真的信徒 听了责备之后 反而不乐意了 这就是恶人 我们看这个人 有没有做四阶段悔改 就责备这个人 就能知道 有没有感恩感谢 那么我 我现在是什么样的 我现在乐意了吗 听了责备 我是不是又不乐意了 有些人就说了 听了责备 怎么能感谢呢 大家听了责备之后 赶紧靠着基督的宝血 洗醉认罪 就实实在在地告白 是的 主啊 我确实是这样 就这样如实地 做四阶段悔改 试一下 这时候上帝会赐予我 非常明确地领悟 让我领悟过来 夫妻关系 为什么总是不和睦呢 无论是怎样 只要我们今天 靠着基督的宝血 洗醉认罪 进入到基督里来 这时候一切都能行 我们呼喊阿门 我们不靠着基督 是无法领悟这圣经啊 好多人以为 好多人以为 只献出产的 就能蒙 就能蒙悦纳 六方记下 六章二十七节 并不是说 光献出产的 就能得到 悦纳 我们有没有靠着基督的宝血 洗醉认罪 直到有感恩感谢 这时候首先的礼拜 上帝蒙上帝的悦纳 而我们呢 不靠着基督的宝血 洗醉认罪的话 始终是动物 我们要做人 人献的礼拜 上帝才会蒙悦纳 一个人成了有福的人 这时候这个人的家里 就蒙祝福 这个人的家里 所有的产物都蒙祝福 生命纪二十八章一节 我们怎样才能做 有福的人 我们首先的礼拜 要蒙上帝的悦纳 所以我们需要 做四季段悔改 我们要进入到基督里 有些信徒说了 哎呀不小心 我把这个出场 我自己先吃没了 可怎么办呀 就不再有机会了吗 不是的 我们要靠着基督的宝血 洗醉认罪 做四季段悔改 这时候进入到基督里 重新进入到基督里 这时候献礼拜 上帝是悦纳的 我们呼喊阿门 所以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不要灰心 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盼望 格勒西书一章二十七节 希望 我们的希望 唯独是基督 唯独基督是我们的期盼 而我们不认识 四季段悔改 不做四季段悔改的时候 就不认识基督的奥秘了 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现在所限的礼拜 如果蒙上帝的悦纳 我们的命运就能得到变化 所以我们要靠着基督的奥秘 来揭开这个帕子 而当今好多人 却不认识基督的奥秘 结果讲道都害人了 害了很多信徒 我们找一下格林多前书 十章二十节 一直以来 好多信徒就灰心了 哎呀 我一直去的是假的教会 可怎么办呢 只要我现在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罪认罪 进入到基督里 上帝就使我们有新的开始 不再被过去所束缚住了 雅各和以扫 大家都很了解 以扫是长子 但是以扫呢 把这个长子权 卖给了雅各 那雅各得祝福 并不是因为这长子权 雅各得祝福 是因雅各进入到基督里 在基督里蒙上帝的悦纳了 该隐没有被悦纳 是因为该隐没有进入到基督里 我们今天需要领悟认识的是 基督的奥秘 我们要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罪认罪 进入到基督里 只要进入到基督里 这一切都是能行的 这是最庞大的祝福 也是最庞大的允许 我们呼唤阿门 一定要是进入到基督里 只有在基督里 揭开一切的帕子 克林德前书十章二十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一二 我乃是说 外邦人所献的祭 是祭鬼 不是祭上帝 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 阿门 如果我们 大家和我 如果我们今天成了外邦人 那这时候我们献礼拜 我们也跟干瘾一样了 好多人说 我是个长子 我现在是初产物 再怎么模仿 再怎么背诵 没有任何用处 法利塞人献祭 外邦人献祭 都是献给魔鬼呀 唱十般 唱得再漂亮 唱得再好 如果没有进入到基督里的话 都是唱给魔鬼听了 我们在上班的时候 单位 有各种各样的职份 各种各样的职位 魔鬼呢 也会有一些能力 也会有一些 搞怪 但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主 耶和华是谁 是所有神里最大 最至高至上的神 诗篇九十七篇九节 大家要领悟啊 我的礼拜 如果没有蒙上帝悦纳的话 那我就成了外邦人 什么样的人是外邦人呢 我们找下以福所说二章十一到十二节 跑到基督外边的都是外邦人 喊不出阿门的都是外邦人 没有进入到基督里的时候 都是外邦人 不靠着基督的保险喜决认罪的时候 都是外邦人 福马书二章六节 我们的行为可以为所欲为 但是按照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所行的 按照我们所想的 上帝如是给我们审判 上帝的命令是让我们感恩感谢 当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喜罪 认罪了才能感恩感谢 好多人没有认罪 没有喜罪 光感恩感谢 那都是假的呀 我们真切地做了四阶段悔改了之后 上帝就赐予我们很庞大的奥秘 我们做了四阶段悔改之后 上帝就给我们领悟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很神奇的领悟 非常神奇的领悟 当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喜罪认罪了 这时候上帝使我们领悟过来 这时候的领悟是心灵的领悟 有些人说 大家知道法国 法国有协和广场 当时协和广场呢 裁决了路易十六 整个皇室的家族啊 那么有些人就说 那是不是太血腥了 所以导致法国挺不顺利的 也不是 最终还是因为没有靠着基督的保险喜罪认罪啊 我们国家领受了这基督的奥秘 那么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靠着基督的奥秘喜罪认罪 靠着基督的保险喜罪认罪 领受了基督的奥秘 我们是能领受祝福的 我们呼喊安门 外邦人献得起上帝不悦纳 该隐 为什么成了外邦人呢 以弗所说二章十一节十二节 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什么是外邦人 好多人 以为成了牧师就能 能蒙悦纳吗 不是的 以弗所说二章十一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 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 是称为没受割离的 这名人是那些平人守在肉身上 称为受割离之人所起的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 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 没有上帝 阿们 外邦人是献给魔鬼了 牧师 哪怕是做牧师的 也不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罪 认罪的话 也是个外邦人 好多人以为 哎呀 口上喊着耶和华 我就是 献礼拜了 这不是光用嘴来说的 我属于基督外边的时候 上帝和我 我和上帝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今天这该隐分明是没有进入到基督里 所以他的礼拜没有蒙悦 那他是个长子 首先最根本的原因 我们要进入到基督里 因为在基督里使我们找回家谱 使我们与上帝确立真实的关系 使我们做上帝的儿子 加勒太书三章十六节 首先我们要进入到基督里 才能做上帝的儿子 基督外边都是外邦人 并不是说成了牧师就能进入到基督里 并不是说好几代的信仰就能进入到基督里 大家不需要灰心 任何人都是能行的 有些人说我今天第一次来 没关系也能行 只要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罪认罪 做四阶段悔改 我们就能进入到基督里 四阶段悔改 第一个四分之一 是靠着圣经的话语 使我们认识到资深的罪过 加勒太书三章二十四节 当我们认识到资深的罪过了 这时候上帝把我们引到基督面前 我们被上帝引到基督面前了 求基督的保险 洗罪认罪 这时候求上帝的饶恕 上帝就赐予我们平安 而且我们每当犯罪的时候 我首先是让自己内心受伤害了 耶利米书十七章一节 那最后一个四分之一 基督进入到我心灵了 基督进入到我心灵了 使我心灵领悟过来 这才是为人的领悟 以赛亚书四十四章十八节 头脑的明白 头脑的领悟 仅是动物的领悟 好多人说 哎呀 今天来参加成功礼拜前 我家妻子就那么破口大骂 那么反对 这原来是我祖上所犯的罪过 好多人说 是不是我家奶奶曾经逼迫人 不让人去信主呢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 这方面的罪特别的严重 我们国家里朝王室的时候 如果告发一个信主的人 揭发一个信主的人能领钱 所以好多人就去告状 去揭发信主信耶稣的人 导致信主信耶稣的人 受逼迫受挨打 大家知道这都是要遭受 很可怕的报应的 重什么就得什么 所以这方面的罪 我们都要认罪悔改呀 但是有些魔鬼呢 很是妨碍 不让 不让 飞不去真的教会 哥林德后书四章四节 魔鬼在妨碍这福音 我现在遇到什么样的灾难与咒诅了吗 我来参加礼拜的时候 有人在妨碍我吗 不要责怪那个人 这分明是我和我的祖上 曾经所种下的恶果子 大家好好领悟 只要今天我们认罪悔改 这方面的罪恶 使我们进入到基督里 只要进入到基督里 我们就能成为有福的人 幸福的人 这时候礼拜蒙上帝的悦纳 我们的礼拜蒙上帝悦纳的时候 我们的心愿得到实现 我们今天来领受这祝福吧 我们呼喊阿门 感恩感谢 并不是光在感恩节的时候 所献的礼拜 感恩脸上变了脸色 突然不乐意了 大大的发怒 这分明是没有进入到基督里呀 这时候上帝不会悦纳的 我们好多人来到主面前 做四季段悔改 哎呀做了一年了 做了几个月了 但是我的疾病 怎么总是得不到医治呢 你这个坏人呀 你的心眼跟感恩有什么区别呢 光嘴上喊着四季段悔改 其实心里根本就没有 做四季段悔改嘛 我瓢幕是在这里 看得一清二楚啊 好多做儿女的流着泪 痛哭着认罪悔改 而做父母的却不悔改 离开了基督 就是灾难与咒诅 加勒太书一章六到九节 离开基督就是灾难与咒诅啊 而这灾难与咒诅 都会留给自己留给儿女 这时候首先自己身上 烙一身疾病 我们求主医治我们的疾病 使我们做孝子 使我们的礼拜蒙上帝的悦纳 我们是希望自己的命运得到变化 我们呼喊阿门 有些信徒又问了 牧师啊 那明天我们又献感恩节礼拜吧 是的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帖撒罗里加前书二章十三节 上帝是让我们不停地感恩感谢 不住地感恩感谢 上帝让我们做到 不住地感谢上帝 我朴朴牧师认罪悔改了 看着大家在基督里逐渐地成长起来 这时候真的好神奇 上帝让我们做到一整天不停地感恩感谢 我们领悟了 是不是太感恩感谢呢 首先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分和一下 感谢您 感谢 感谢您 感谢您 上帝让我们不住地感恩感谢 这是上帝的教导 帖撒罗里加前书二章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二 为此 我们也不住地感谢上帝 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上帝的道 就领受了 不以为是人的道 难以为是上帝的道 这道实在是上帝的 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 阿们 我们呼喊阿们 这多好啊 感恩感谢是上帝的命令 我们照着上帝的命令 如实地生活 这时候心愿得到实现 我们希望不住地感恩感谢 所以 上帝告诉我们 如何才能做到不住地感恩感谢呢 这路加福音是谁写下的呢 这太明显了 这个 这回答太明显了吧 好多人说 哎呀 这119 119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119的电话号码多少 已经说出了答案 还不 还不知道 就特别着急的时候 就这样 我们有时候 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子的 这路加福音是谁写的 当然是路加写的 那有些说 哎呀 路加是个医生 在神学校 在神学校就讲一些路加的故事 路加的背景 说路加是个医生 难道说成不了医生就不行了吗 不是啊 上帝的话语 提摩太后书三章16节 上帝的话语 我们来领受的时候 不以为是人的道 难以为是从上帝那里的道 通过这句话语 我们也要认识到自身的罪恶 我们认罪悔改了 就引到基督面前 靠着基督的保险洗罪认罪 做世界上悔改 这时候有感恩感谢 发自内心涌出来 直到有感恩感谢的时候 上帝的话语就运行在我们心里 使我们领受允许 所以我们呼喊阿门 靠着基督的保险 不停地洗罪认罪 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上帝的命令让我们感恩感谢的生活 不停地感恩感谢 哎呀 感谢主 让我们懂得了 要不停地感恩感谢 真切的志愿大家得到祝福啊 感谢是上帝的旨意 感谢的时候心愿得到实现 上帝指约纳感恩感谢的礼拜 我们要不停地感恩感谢 我们呼喊阿门 我们今天献出的这礼拜 通过这礼拜 只要我们的礼拜蒙上帝的约纳 上帝不会陪下我们不管 一定使我们的心愿得到实现 常常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祷告为什么没有得到拥许呢 我们来教会的时候谁最反对 我们以为那个人是我的仇敌 但是我把对方的罪当作我的罪 来认罪悔改 洗罪的时候 上帝给我感恩感谢的心灵 使我明白过来 我的家人 我身边的人都是我的镜子 我要承认镜子里照出的那个模样 就是我 我这样认罪悔改 洗罪的时候 上帝赐予我幸福 上帝赐予我感恩感谢的心 使我发自内心的赞美上帝 我们今天领受至好的祝福 拯救自己 拯救儿女 拯救我们的国家与民族 感恩感谢正是上帝的旨意 我们呼喊阿门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 十篇五十篇二十三节 以感谢进入天国的门 现在还不感谢的人 赶紧做四阶段悔改吧 我心里为什么不感谢呢 我内心分明有担心和忧愁 内心分明在痛苦煎熬 内心担心忧愁的时候 就成了一百个烦恼 头脑就变成一百个烦恼 真言十二章二十五节 我心里在担心什么 忧愁什么呢 这时候头脑就很烦恼 今天一全承认告白 实实在在地告白 这就是我的罪过 我早晨来教会的时候 谁妨碍我了吗 这也是上帝让我认识 悔改的内容 感情感恩感谢 这时候我和我的儿女都能得救 使我们越来越好 使我的疾病得到医治 赶走一切的恶魔恶鬼 真切的捐言大家领受这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父啊 我父啊 是我父亲自赐予我们上帝的话语 约非一章一节 这上帝的话语 这是上帝我们的父 这上帝的话语 并不是由人某某某写下的 我们一直以来 都成了基督外边的外邦人 今天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 进入到基督里 使我们的礼拜蒙上帝悦纳 感谢上帝亲自教导我们 赐予我们上帝的话语 求主使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只在基督里生活 使我们不再跑到基督外边 好多人赚了钱 就开始走向灾难与咒诅 求主使我们不要走向这种失败的道路 求主使我们领受上帝 为我们预备的一切好的祝福 感恩感谢是上帝的命令 耶和华上帝 当我们向您想感恩感谢的时候 求主悦纳我们的心意 使我们的行为上蒙上帝的喜悦 这时候使我们的心愿得到实现 求主赐福于我们每个家庭 使我们在生活中不停地感恩感谢 求主赐福于我们国家 求主赐福于我们的邻居 李李李舍 使我们的国家蒙祝福 能够帮到身边的国家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岛